好,各位視頻朋友,大家午安 那接下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有關於這一批次 集中疫苗的一個施打的規劃 那在今天還有明天呢 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是 75歲以上莫德納的第二劑 長輩的一個施打的一個狀況 那在之前我們已經進行的 75歲以上的AZ的第二劑的施打 所以到明天結束的時候 我們大概75歲以上 長輩的第二劑就施打完畢 那接下來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下一個批次 也就是68歲到74歲的長輩 莫德納的第二劑施打的規劃 那我們還是跟過去一樣 不用排隊也不用預約 然後大家一定打得到 由市政府這邊來發送 這個疫苗的一個施打意願書跟通知單 那資格是在7月16號以前 已經完成第一劑 尖閣滿10週的68歲到74歲的長輩 這部分總計有22022人 那也包括這個我們原住民的一個長輩 那我們在今天等一下會公告 全市區區各裡別的施打時間還有地點 那我們這些長輩符合資格的長輩會在9月30號之前 收到通知單 那第二劑的造冊施打會從10月1號到10月8號 這期間來進行施打 那同樣也是比照第一劑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的防疫的公車還有防疫的計程車 這個疫苗的一個計程車會可以安排協助 來進行接駁的一個動作 那由於這一次的人數比較多 所以我們各個區的施打的時間 我們有錯開 這個等一下也要特別提醒民眾來特別注意 安樂區的部分是從10月1號開始施打 10月1號到10月4號 中山區是10月1號到10月4號 暖暖區是10月4號到10月6號 信義區是10月4號到10月6號 仁愛區是10月4號到10月7號 企圖區是10月4號到10月7號 中正區是10月5號到10月8號 所以每一個區的施打的時間是有不一樣的 這再次提醒 那接下來就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各區施打的一個地點 還有禮別時間的一個安排 第一個是安樂區 安樂區有兩個施打的地點 第一個施打地點是在慈濟的禁師堂 在樂立三街150號 從10月1號禮拜五 10月1號早上的9點到11點 分配到的是三明禮 11點到12點是新西禮 下午2點到3點是六合禮 3點到4點是安禮 4點到5點是定國禮 10月2號禮拜六 早上的9點到10點 地點還是一樣在慈濟的禁師堂 早上到11點 對不起 早上9點到11點是壯觀禮 11點到12點是七賢禮 下午2點到3點是殷安禮 3點到4點是永康禮 4點到5點是樂一禮 10月3號禮拜天 早上9點到11點是五福禮 11點到12點是定邦禮 下午2點到3點是常樂禮 3點到4點是家人禮 4點到5點也是家人禮 另外是同樣的地點 10月4號早上9點到10點 9點到10點是陰歌禮 10點到11點是慈人禮 11點到12點是甘城禮 下午2點到4點是四維禮 4點到4點半是西川禮 另外一個施打地點是在 新倫里民活動中心 是在基金一路208項6號 這個地方 他是最主要處理 協助我們道輪地區的民眾施打 總共是分成兩天 分別是在10月2號禮拜六 早上的9點到11點半是新倫里 下午2點到3點是中倫里 下午3點到5點是五倫里 同一個地點 新倫里民活動中心 10月3號禮拜天 早上9點到11點半是外寮里 2點到3點是新寮里 3點到5點是內寮里 這個是安樂區的部分 接下來是中山區 中山區只有一個施打地點 就是在通話禮民活動中心 在我們復旦路的10號 從10月1號到10月4號來進行施打 111號的早上9點到10點是中和里 10點到11點也是中和里 11點到12點是中和里以及西隆里 下午1點半到2點半是安明里 2點半到3點半是通明里 3點半到5點是中山里以及明治里 10月2號禮拜六早上9點到10點 以及10點到11點都是和慶里 11點到12點是和慶里以及西定里 下午的1點半到2點半是通話里 2點半到3點半是太白里以及仙洞里 3點半到5點是文化里以及西華里 10月3號禮拜天的早上時段 分成三個時段 剛剛在講的9點到10點 10點到11點 11點到12點 11月3號早上都是德和里 那下午的部分1點半到2點半 這個時段也是德和里 2點半到3點半是西康里 3點半到5點是安平里以及新建里 10月4號禮拜一早上9點到10點 以及10點到11點都是德安里 11點到12點是邪和里以及和平里 1點半到2點半是巨人里 2點半到3點半是中心里 3點半到5點是建民里以及仁正里 這是中山區的部分 接下來是暖暖區 暖暖區也只有一個施打點 就是定祥里民活動中心 那是分為10月4號10月5號 以及10月6號三天施打 在10月4號早上9點到11點 分配到的是巴西里 巴毒里 巴南里以及巴中里 11點到12點是定和里 下午的時段 2點到4點以及4點到5點 分配到的都是定祥里 10月5號早上9點到11點是過崗里 11點到12點是定內里 下午2點到4點是定安里 4點到5點也是定安里 10月6號禮拜三早上9點到11點是暖溪里 11點到12點是暖冬里 下午2點到4點是暖暖里 4點到5點是暖桶里 這是暖暖區的部分 接下來是信義區 信義區施打地點 一樣在市立體育館的二樓 那分為三天施打 那第一天是10月4號早上9點到10點 分配到的是仁壽里 智慧里以及義明里 10點到11點是仁義里 以及義昭里 11點到12點是義和里 以及智成里 下午2點到3點是義姓里 3點到4點是禮里 以及禮東里 4點到5點是信律里 10月5號禮拜二早上9點到10點是東安里 10點到11點是孝賢里 11點到12點是孝剛里以及東光里 下午2點到3點是東明里 3點到4點是孝德里 4點到5點是孝生里 10月6號禮拜三只有上半天 早上9點到10點半是東信里 10點半到12點是孝中里 接下來是仁愛區 仁愛區施打地點同樣的是在仁愛區公所的六樓 分為四天施打 第一天是10月4號開始 早上9點到10點是集人里 10點到11點是集人里以及書院里 11點到12點是福人里 下午2點到3點是宏橋里以及文昌里 3點到4點是曹洞里 4點到5點是曹洞里以及龍門里 第二天是10月5號禮拜二 早上的9點到10點是智人里以及兆連里 10點到11點是兆連里 新店里以及和明里 11點到12點是和明里 下午2點到3點是光華里以及同風里 3點到4點是同風里 同風里以及林泉里 4點到5點是林泉里以及玉田里 第三天是10月6號禮拜三 早上9點到10點是陰人里 宗永里以及博愛里 10點到11點是博愛里 以及德厚里 11點到12點是德厚里 下午2點到3點是水晶里 以及驱水里 3點到4點是驱水里 玉人里以及崇文里 4點到5點是明德里 仁愛區最後一天是在禮拜四 也就是10月7號早上9點到10點 是仁德里、文安里以及絲求里 10點到11點是絲求里 以及花崗里 11點到12點是成人里 這是仁愛區的部分 接下來是七瀆區 七瀆區有兩個施打的地點 這特別提醒一下大家 第一天施打的地點是在10月4號 地點是石建里民活動中心 是在我們百福社區這邊 從10月4號禮拜一開始施打 早上9點到10點半是石建里 10點半到12點是獨博里 下午2點到3點半是百福里 下午3點半到5點是獨南里 這是七瀆區 這是七瀆區第一個施打點 第二個施打點是在七瀆火車站光明露冊 是從10月5號開始 10月5號、10月6號到10月7號三天 10月5號早上9點到10點半 是鄭明露冊 是鄭明露冊 下午2點到3點半是藏鑫 下午2點到3點半是藏鑫 3點半到5點也是藏鑫 10月6號的早上9點到10點半是 復明露冊 10點半到10點半是藏鑫 下午2點到3點半是泰鑫 下午3點半到5點是鄭明露 10月7號禮拜四 早上9點到10點半是藏鑫 10點半到12點是馬東禮、馬西禮、馬南禮、友一禮以及友二禮 下午2點到3點半是巴德禮 3點半到5點是鄭光禮 這是七瀆區的部分 那最後是中正區 中正區施打地點是在中正區公所的七樓禮堂 那也是分四天打 10月5號到8號 那10月5號禮拜二 早上9點到10點是平寮禮 10點到11點是中正禮 11點到12點是鄭兵禮以及海濱禮 下午2點到3點是正義禮 3點到4點是建國禮 4點到5點是中沙禮以及長壇禮 10月6號禮拜三早上9點到10點是露傳禮 10點到11點是心腹禮 11點到12點是沙子禮 那下午的2點到3點也是沙子禮 3點到4點是必沙禮 4點到5點是正傳禮以及德義禮 10月7號禮拜四早上9點到10點是心腹禮 10點到11點是義重禮 11點到12點是中傳禮以及信義禮 下午2點到3點是心腹禮 3點到4點是真沙禮 4點到5點是八斗禮 10月8號禮拜五早上9點到10點是社寮禮 10點到11點是鎮沙禮 11點到12點是河縣禮 下午2點到3點是中兵禮 3點到4點是港通禮 4點到5點是沙灣禮 以上是68歲到74歲長輩莫德納的 第二季的施打的規劃 市長在這邊還有幾件事情特別要提醒大家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有接駁的一個需求 防疫的計程車或者是疫苗的一個公車 或者疫苗的計程車請跟里長還有區公所 來做洽詢跟聯繫 第二個要特別提醒的是 符合資格68歲到74歲 還沒有打第一季的長輩 誰到誰打 就是你只要到現場 跟我們的醫護人員來做這個說明 我想就是我們你到了之後 我們醫護人員馬上就會幫你安排施打的一個順序 那這部分特別提醒還沒有打第一季的一個長輩 特別利用我們集中施打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另外還是再一次提醒你的第一季的那個小黃卡 還有這個我們里長所送達的意願的通知書 請你在家裡面事先填好 避免到現場再寫 那另外就是這個 因為這一次人數比較多有兩萬多人 所以每一個區裡它的施打的時間是有錯開 是不一樣的 所以請特別提醒注意 照著我們所發送的這個通知書 在指定的一個時間到指定的一個地點 來進行第二季的一個施打 我想就會非常的一個順利 那另外有一些民眾大家 大家在關心的是 這一個我們有一些老師 老師的疫苗施打的一個部分 接下來的規劃是什麼 那我們教師的疫苗施打最早的 大概是在7月19號到21號來進行施打 那原則上施打的間隔必須要10週以上 所以我們預計會在10月的上旬左右 來這個規劃這個老師的第二季疫苗的一個施打 那當然我們還要看中央撥發疫苗的一個狀況 來做最後的施打時間的一個確定 不過初步我們是規劃在10月上旬 會來為老師們來進行第二季的一個施打 這是有關於大家關心老師的部分 另外接下來跟大家報告的是流感疫苗的部分 那因為接下來流感疫苗 公費的流感疫苗也要開始進行施打 所以在這邊特別提醒大家 這個流感疫苗跟COVID-19的肺炎疫苗 接種的間隔必須要7天以上 而且這個要向合約的一個院所 或者是包括我們地區的衛生所來預約 那並且要前往這個院所來接種 那你在接種之前 也一定要主動告知你的疫苗的接種史 那當然醫生也會做相關的一個詢問 這是流感疫苗接種的部分 那有關於這一次公費的流感疫苗 我們目前規劃的狀況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第一階段施打的對象 是包括醫事還有衛生防疫相關人員 65歲以上的長者 還有安養養護 還有長期照顧服務等機構的受照顧者 還有所屬的工作人員 以及滿六個月以上至小學入學前的幼兒 以及包括孕婦 還有具有潛在疾病的高風險慢性病者 以及BMI大於等於30 還有罕見疾病以及重大傷病患者 還有國小到國高中職五專一到三年級的學生 六個月內嬰兒的父母 還有幼兒園托育人員 以及托育機構專業人員 最後是禽畜類的動物防疫的相關人員 這是第一階段要施打的一個對象 目前因為我們在校園裡面會採取集中施打的一個方式 目前因為我們的國高中正在進行BNT的疫苗 我們COVID-19疫苗的一個施打 所以今年的流感疫苗的校園裡面的施打 會從小學開始來進行 那我們大概在最近這一兩天 會把這個施打的醫院書透過學校 然後孩子會帶回到家庭裡面 給各位家長來進行簽署 那接下來就會針對國小的部分 來進行校園的集中施打 這是有關於公費流感疫苗的這個部分 那原則上照中央的一個規定 它是分兩個階段開打 第一個階段是預計是最早 可以再從10月1號開始 那我們就是會試整個規劃的一個狀況 來責定開打的一個日期 不過原則上會從10月1號開始來進行 那在中央的規定裡面 第二階段施打是從11月15號之後來開打 針對的對象是50到64歲 無高風險的慢性病的一個病人 不過因為公費的流感疫苗 它的所採購的這個劑量 是以我們人口的25%作為覆蓋率來做購買 所以是打完為止 是打完為止 那在過去我們大概施打的比例不是那麼高 不過我想因為今年COVID-19的一個關係 所以可能這個公費的流感疫苗的施打率 可能會較往年 可能會有所提升 不過因為疫苗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就是打完為止 這是有關於流感疫苗的部分 也在這邊跟大家做說明 以上就是今天的疫苗施打的一個規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